再看到花莲县消防局寿风分队 16号早上11点多 由副大队长陪同一名刚报到满一个月的无姓消防员 开着消防车上路练习 但就要从193县到左转进米站大桥时 新队员疑似不熟悉操作 整辆消防车直接撞破了路边的护栏翻进了田里 索性两个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一辆消防车一面驶来 打了左转灯后慢慢转弯 但原本开得好好的 下一秒这辆车不明原因歪了路线 来了个大转弯 直至朝路边护栏一把撞上去 这辆消防车到屠宰掉进了田里 就消防车啦 他自撞了 摔到田里面去了 远景获报后到了车祸现场也傻眼 怎么出事的是一台消防车 一旁红色制服的消防同仁也敢来帮忙 看你脸色不太好 你真的不用救救护车吗 出事的消防员自行爬出了车外 索性没有大碍 虽然没有什么皮肉伤 但他脸色都下白了 照射路口栏杆被撞断 只能暂时用黄色的封锁线代替 农田里还凌乱的躺着好几根毁损的告示牌 意外就发生在花莲县受风箱 16号上午11点半左右 一名刚来分队报到一个月的30岁无姓消防人员 在副队长的陪同下进行了消防车的道路安全训练 疑似是因为不熟悉操作导致转弯过头 失控自撞路边护栏 消防车翻车之后坠落边颇 目前人员均受伤 目前的车损目前尚在度假中 现场已完成事故处理及撤位 无姓驾驶酒色直为零 好在无人伤亡 消防分队也已经将消防车 损回车场进行修缮估架 而详细的事故原因及踩损部分 还需要再进一步厘清调查 记得李佩兰徐立清华联报道